我国的新冠疫情昨天创下了零本土感染的记录之后 今天国内新增三宗确诊病例 两宗本土 一宗境外输入 目前累计病例达到了8,643宗 至于出院痊愈的有62人 正在治疗中的新冠肺炎病患也是少过100宗 虽然我国的疫情正趋向复苏改善的整个情况 但是不代表民众就可以无视行动管制令 国防部长伊斯麦沙比利今天就发文告说 警方昨天一共逮捕了71名违反管制令的人士 当中有12个人涉及卡拉OK和娱乐中心的活动 4人去泡酒吧和夜店 7人去按摩 另外 政府早前宣布 国能为半岛用户提供为期6个月的电费折扣优惠 将会延长多3个月 直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 天然资源部部长三苏安努亚就说 这些家庭用户能继续享有之前宣布的电费折扣率 同样的沙巴和沙拉月的家庭用户的电费折扣 也将延长到12月 继续享有2%的电费折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